南宿里青年艺术家发展计划 2023年慈善拍卖圆满落幕 拍卖所得的善款将捐赠给和平门医院基金会 拍卖会在南宿里娱乐艺术中心举行 拍卖作品全部由南宿里艺术学生创作 主办方表示活动为学生们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 并有助于培养学生们乐于助人的优良品德 历史了应该有好几个月 每个孩子都真的非常认真的在去创作他们的作品 就是为了把他们的小小的爱心 我觉得是奉献给社会 加拿大政府政要 艺术界人士以及众多美术爱好者出席拍卖会 并踊跃参与竞拍 青少年艺术家们在拍卖会现场通过他们的优秀作品 为和平门医院基金会筹得6650加币的善款 拍卖还将在网上继续举办 支持医院更好地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凤凤凤卫视苏惠文苏一恒文革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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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